在个人答案页面上我们可以去显示用户的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用户的头像名字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的话 可以去显示一个登录按钮 按一下可以去打开登录页面 先去创建一个个人答案页面 把它放在pages users这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show.js 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下page这个方法去注册一个页面 先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参数 然后再去创建一个对应的视图文件 放在同一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叫show.wxml 在这个目录的下面我们可以再去创建一个登录页面 名字叫login.js 里面我们同样用一个page方法去注册一个页面 添加一个空白的对象参数 然后再去给它添加一个对应的视图文件 名字叫login.wxml 打开小程序的app.json 在pages里面我可以去说明一下刚才添加的这两个新的页面 一个是pagesusers.show 还有一个是pagesusers.login 再找到小程序的tabbar这个相关的配置 把演示这个标签改成我 这个标签可以打开用户的个人大页面 地址呢是pagesusers.show 修改一下这个小足标 在ssicons下面有一个face.png 激活状态下面的小足标把它设置成faceactive.png 在模拟器上我们可以去预览一下 现在小程序的底部会显示一个我这个标签 按一下它打开的就是用户的个人答案页面 一下宾